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槟城东北线更是激恐肯雅症的集中地点 两天前还发生一名男子病逝的悲剧 光明日报记者今天就带大家来关心这两个疫情 根据槟州卫生局的数据 今年截至6月13日 槟州内骨痛热症病例是410宗 激恐肯雅症病例则是212宗 这个激恐肯雅症在槟城有多严重呢 看回去年的数据就可以知道了 去年全兵一整年只发生一宗激恐肯雅症病例 然而在今年首6个月 槟城东北线就有212宗的投报 两天前也就是本月15日 一名居住在龙尾的华谊男子 也因为激恐肯雅症而病逝 槟城阿一荡花园俗称鱼池村 现在也是激恐肯雅症的热点疫区 同时也是骨痛热症黑区 宾州卫生局已将该区设定为高风险区 美洲派员放置温药及喷射灭温物等 根据升旗山区国会议员黄汉伟说 至本月13日为止 宾州内15个地区发生激恐肯雅症病例 当中以阿一荡花园移池村 打枪谱祖屋区和打枪谱边界路 Lauren-Sembatan的情况最严重 什么是激恐肯雅症呢 实际上骨痛热症及激恐肯雅症 都是同一个病毒家族 而黑斑纹是骨痛热症及激恐肯雅症的传染媒介 此外黑斑纹飞行的半径距离约400米 因此当局会将上诉病症出现的范围 400米半径区规划为疫区 居住在槟城阿一荡花园的咖啡店业者 司徒惠芬说 她在前些日子患上激恐肯雅症 如今痊愈了 如今家中却囤积了不少的灭瘟器材及温药 她说她在5月8日被诊断患上激恐肯雅症而入院 虽然如今出院了 不过骨头关节还是疼痛 让她吃不消 她说那种痛是难以用言语形容 就是痛得连你躺着不动 也会痛的那种情况 光明日报在这里提醒大家 在目前全面关心新冠肺炎疫情之际 也千万不要忘记居家环境的清洁卫生 以免感染疾恐肯雅症 来看我国的博彩业 关了三个月后 万能、多多及大麻彩今天也获准重新营业了 不少投注客一早就到投注站下注 在目前抗疫期间经济衰退之时 大家心里也还住着发财梦 根据记者观察 投注站今天重新营业 但业者及投注客都是遵守SOP 投注客进入前都测量体温 双手消毒 登记资料及保持社交距离 投注客张先生说 向来都有买少少的习惯 已经关了三个月 今天重开一定要来买一些 有买才有希望嘛 新闻通结束前 也给读者带来国防部长 对唐诗SOP的另一项放宽 国防部长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利 今天在汇报会上说 政府不再限制餐厅大桌 不可坐超过四个人 但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社交距离 他说如果桌子可以容纳十个人 那张桌子可以坐十个人 但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社交距离 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到这 感谢你的点击收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